请七哥解读一下台湾未来的命运将会如何 战争 台湾运就是战争 只有郭文贵告诉过大家 共产党不惜一切大家 把所谓的九合一选举一定给你拿下 台湾最大的挑战不是共产党 是国民党 是卖台贼 包括民进党里边好几个人也是卖台贼 我说恩典了 一定会战争 而这次选举完以后会加大习太阳 攻打台湾的信心 蔡英文总统他不相信我们说的话 他也不在乎我们说的话 对吧 就是我说的这个卖台贼 他不相信的他们要相信不可能这么惨 蔡英文总统身边人几乎全部被渗透 我在三年前就说过吧 然后是台湾国民党说 我们投票 欢迎共产党 然后呢我们要提出一个叫你听得很舒服的方案 公投 甚至就在立法院投 一投国民党赢了 绝大多数台湾人愿意和国家统一 回归祖国 接受一国两制 这时候共产党就说台湾同胞 你们好啊 一国两制 这是爱国的体现 我们就现在就去了 这时候有人反对 闹事 那好吧 南半部给你民进党 北半部 国民党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同胞 这跟普京干婆利米亚有什么样 同样的招直接啪就过去了 就台湾北部一切过去 然后南边高雄给你倒几下子 接着打垮了 花莲肯定那块几个军事基地给你拿下 道路给你炸毁 从中间啪一切 南边不能到北边来 北边不能到南边来 台湾一分为二 周围一围结 跟美国周旋去了 这就是三四年前说的 头两天我给台湾的那个朋友说 他说七哥的九合一选举怎么着 我说民进党能拿七票 我说就不错了 但比我想的还低拿了五票 习就是玩的这个 应台湾人民国民党的要求 我们决定保护我们的同胞台湾的利益 2300万人当中 可能1500万人超过50的人数 需要我们保护 打台湾 这就美国人欧洲人永远不了解的共产党 而且他也不想懂 而且很多人懂的人已经被买通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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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